完蛋先生 完蛋先生总是喜欢说 完蛋了完蛋了 因为他总是担心很多事 他觉得很多事结局都不会好 很悲观 有一次他把被子晒在外面 就去上班了 工作的时候突然下起了雨 他想 完蛋了完蛋了 被子一定被雨淋湿了 今天晚上没有被子盖了 下班回家的时候 他非常沮丧 回到家 他发现他的被子不见了 原来是好心的邻居 帮他把被子收了起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闻着被子里阳光的味道 心里特别感激 原来没有那么快完蛋啊 又有一次 他在公园休息的时候 不小心把手机 纳在公园的长椅上了 等他发现手机不见时 非常着急 一边往公园跑 一边想 完蛋了完蛋了 我的手机一定会被拿走的 可没想到 手机好好地待在原地 没被拿走 完蛋先生喜欢上一个女孩 他一直不敢表白 他觉得那女孩那么好 肯定有很多人追求 自己一定没希望了 但是还是不想错过他 终于完蛋先生鼓起勇气 给女孩发了一条告白短信 可是等了一个晚上 女孩都没有回复他 他想 完蛋了完蛋了 现在没脸再见面了 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以后怎么活 可是第二天 女孩直接给他打电话 约他见面了 原来女孩早就喜欢完蛋先生了 只是完蛋先生迟迟不表白 害女孩等了很久 完蛋先生终于表白了 女孩只是想 让完蛋先生知道等待的痛苦而已 完蛋先生就是太悲观 太不自信了 虽然有时候生活很残忍 不一定每件事都如意 但是有时候生活也很可爱 会给人们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面带微笑 完蛋的事也会好起来 感谢观看